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排港台的女記者 在英文節目默博當中 採訪世衛的助理總幹事艾玉德 在訪談當中 女記者就問艾玉德 到底你們會不會重新考慮 接納台灣成為世衛組織的成員 艾玉德大出陽相 又裝龍扮啞 然後又扮斷線 這件事直到今日仍然如波未了 今天下午時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加入戰團 他發表了一則新聞公布 對頭女題是怎樣說的呢 他說香港電台必須確守和按照香港電台約章 履行他的職責 為市民提供公共廣播服務 約章就清楚定名了 港台的公共目的和使命 當中包括提供給市民了解社會和國家的節目 培養市民對公民和國家身份的認同感 以及增加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 局長認為那集節目當中的表達 是有為一個中國的原則 以及這個約章當中 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所定名的目的和使命 眾所周知 世衛組織的成員國 都是以主權國家作為單位 身為政府部門和公共廣播機構 港台必須對此有正確認識 不能偏差 廣播處長作為港台總編輯 必須對此負責 局長已經再次敦促廣播處長和港台在處理所有節目的時候 必須全面確守約章 並採取應有的專業和嚴謹的態度 到底邱騰華局長的這篇回應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來說 他說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就不能問 因為香港電台必須對此有正確認識不能偏差 你豈不是叫港台的編輯和記者 首先要作出自我審查? 當他向那些訪談的嘉賓提問的時候 他應該履行身為記者的天職 向嘉賓提出一些觀眾想知道的問題 而不是有一個checklist 又說不能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或者涉及一中一台兩個中國 或者不能違反一國兩制原則 不能違反基本法 不能違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等 應該是沒有預設才是 現在不是你卻給他 而且你還向廣播處長梁家榮問責 你卻向他施壓 這是完全離譜的 還有就是 當你邱騰華局長下了這段閘 說不能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當以後香港電台的新聞節目或新聞報道 談及到台灣的議題的時候 他應該如何自處呢? 他稱呼台灣總統蔡英文豪 或者像大陸媒體一樣 叫他做台灣的所謂總統 或者是台灣領導人 就不能夠叫台灣總統了 否則就是一中一台 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了 是不是這樣? 當他報道財經的時候 應不應該報到新台幣的匯率? 喂 這些全部都是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對不對? 中華民國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實體 已經是一百零幾年了 中華民國又有自己的憲法 有軍隊 有國號 有貨幣 有邦交國 他根本就是一個獨立國家 就算邱騰華局長否定他也好 他仍然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星球上是客觀存在的 更何況就是 你特區政府在台北的樹 都設立了一個官方機構 就是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你去那裡租地方 也是根據中華民國的法律 那你豈不是承認了中華民國的領導地位? 那你不如乾脆接他吧 第二就是 當記者向嘉賓提出問題的時候 他是不應該有一個預設立場 更加不應該有一個預設答案 他當然是要求真相 求真實才向嘉賓提問 邱騰華局長一句就說 不能夠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就回答下去的時候 那他還要問 更何況就是連世衛組織自己發的聲明都說 台灣是否加入世衛的問題 就要交回由成員國來決定 你邱騰華局長一尾就標榜一個中國的原則 好了 你標榜沒有問題 但是你現在就是越早代跑 你根本就是 你個人的意願凌駕了全球一百九十幾個 世衛組織裡頭的成員國的意向 而且當這名港台記者都夠膽發文的時候 反而就是世衛的助理總幹事 為何你邱騰華局長不去譴責一下這名的邱騰德 助理總幹事 為何你不譴責他 不在訪談當中高舉一個中國的原則 為何你不譴責他 含大聲疾呼 駁回這名的女記者 說台灣入會是不可能的 反而是在租質的女記者 有沒有搞錯 擺明是大石砸死 第三件事就是 根本上你這些回應就是赤裸裸地打壓新聞自由 以及在干預編輯自主 凡事都必須要緊跟主旋律來起舞 凡事都必須要緊跟官方的意識形態 你搞的就不是公共廣播機構 而是官媒 你應該做一個香港政府電台出來 就不是向香港電台開刀 完全搞錯方向 而當日明的記者只是提出這麼簡單的問題 你已經向廣播處長問責的時候 難保他招香港電台的記者 在其他場合提及一些問題 當你看到不順眼的時候 你又可以用其他的借口去打壓他 譬如說他違反一國兩制原則 違反基本法等等 他將來就不用問了 譬如說談及到政制問題的時候 如果他說有些人提出要公民提名 你又說這個違反基本法不能問 違反一國兩制不能問 那行不行呢? 你開這個先禮 以後就只會是無日無日 你身為堂堂一個局長 竟然要走去就住記者的一條問題 走去發一個回應 發一個聲明 根本上就是小提大做 離大譜 沒有事找來做 接著就說一下美國情況 昨天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宣布了 要捐贈兩百萬隻口罩給美國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 對此就有些回應 他說台灣對疫情的反應 是一個全世界都應該學習的成功榜樣 台灣不單是一個民主成功的故事 亦是一個美國人民在有需要時的真朋友 美國人民對此深表感激 我們期盼進一步和台灣成為全球抗疫的夥伴 就著這件事 到底中國的外交部有甚麼回應 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說得好像酸療療 到底他怎麼說 他就說 如果台灣地區有能力 願意提供幫助的話 是樂見其成的 但是如果島內有個別人士想借這些事情 搞甚麼政治操弄的話 他們就要自省自重 實情人家搞甚麼都不關你的事 人家只不過是捐贈屬於自己生產的物資 台灣外長吳超洩怎麼說呢 他就說 台灣上年被孤立在國際醫療衛生體系之外 今次面對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台灣一開始雖然只能夠單打獨鬥 過程艱辛 但是因為超前的部署 應對得宜 而得到世界多數國家的肯定 台灣有意願和能力去提供協助 展現出台灣可以幫忙 台灣can help 的一貫精神 這個和大陸比較起來 當然有很大的差別 大陸很流行一件事就是 不管你買賣也好 捐贈也好 一律也當是支援 而且經常將那句說話 叫做 滴水之恩 湧泉以報 掛在口邊 往往喜歡搞那些 道德勒索和情感綁架 台灣不流行這一套 台灣只說台灣can help 至少那些受支援的國家都會受諾一些 至少不會經常承認 到底背後有什麼動機呢 而且不僅是美國受助 其中一個在太平洋邦交國 就叫做白樓 他們曾經向全世界求助 但沒有一個國家回應他們 只有中華民國願意提供支援 早前台灣外交部已經說明了 會將一百萬隻口罩 預留給邦交國 而且多數會採取當地購買的形式 即是不會影響本國的生產和供應 這當然對邦交國來說也是好事 至於早前跟台灣斷交 走去跟中共建交的國家 尤其是小國 到底他們能不能夠在大陸方面拿援助呢 這就不清楚了 到底那些援助是真的無償的捐贈 還是要收回錢呢 也不知道 反正在台灣的僅餘十五個邦交國之中 只要誰是需要幫忙 開句聲一 台灣幫得到一定是會幫忙的 這個白樓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就說 非常感謝台灣 患難見真情 在這些時刻 你就會知道誰才是你的朋友 我相信他這些說話都是發自內心的感謝 因為截至目前為止 都沒有聽聞過台灣對外捐贈的物資質量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些東西可以放心使用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